匈牙利和鲁马尼亚是世界上首批城镇并与越南建立外交关系的十个国家中的两个 回顾70年来 这两国政府和人民一向为越南国家统一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事业提供巨大支持和帮助 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期间 两国也是向越南提供疫苗和医疗物资援助的首批国家之一 在越南、欧盟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中 尤其是越欧自贸协定、越欧投资、保护协定的谈判、签署和批准过程 两国也积极向越南提供援助 至于与鲁马尼亚的关系 泛民政总理此本具有深刻意义 致力于深化人民友谊、实现合作共赢 除了政治领域外 两国在经贸、教育培训、劳务等领域上的传统友好关系发展势头强健 越南向罗马尼亚出口的产品主要是 咖啡、海鲜、胡椒、仿制品服装、鞋类、电脑零件等 从罗马尼亚进口化学品、肥料、兼筑钢铁等产品 我们应充分利用越欧自由贸易协定带来的好处 开放彼此市场 吸引对重点领域的投资 越罗两国传统关系、深厚友谊 以及双边议程的潜力为两国迈向更加美好未来 创造了有利条件 范明正总理的访问 可以为我们近年来通过双边对话、合作协议 以及经济领域所取得的积极进展 起到促进作用 此访将成为越罗两国外交关系的重要旅程碑 推动双方合作进一步务实且深化发展 有助于增进对彼此优先事项和利益的了解 至于越南与匈牙利的关系 两国一向把越南视为该国在东南亚地区中的中央伙伴 两国于2018年9月建立全面伙伴关系 范明正总理正式仿凶 具有重要意义 为深化越凶全面伙伴关系做出重要贡献 范明正总理对匈牙利进行正式访问 为深化两国关系注入强劲动力 促进越凶全面伙伴关系 健康稳定发展 范明正此次出访 还是越南与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两国推进合作 旨在将越南与中东欧地区 两国与东盟之间连接起来 在解决全球问题中保持密切配合 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 稳定合作与发展做出贡献 说明是否赶快 感谢观看